我们的社会,然后更好地能够宣扬传统文化 好,那下面呢,刚才我们是请的两位活动的负责人老师 去给大家讲解了一下我们的活动的目的和初衷 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出一位算我的同事 就是跟我图名的马林 我想采访一下马林,大家欢迎马林 马林好 我们俩是一起到了萧县去亲自学习踏印的 也了解到了刘官长保护汉文化的一个行为 还有现在我们保护的一个现状 那么我想问问你,你对此感悟最深的是什么 我感悟最深的呢,就是这些汉花像砖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朱老师呢,之前去拜访了一位收藏大家 然后一来我们在萧县他的这样一个圆踏的作品 去送给了这位收藏大家 但是这位大家却说他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作品 可见这个汉花像砖是多么的神秘了 对,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管刘官长的艺术馆 叫做东方的墨高窟 对,墨高窟呢,它最有名的就是壁画了 它是画在墙壁上的 但是我们这次展出的这个画像砖它其实也是画 因为汉朝人他们没有纸啊,他们也得画画 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画刻在石头上 然后刻在石头上呢,他们就能保存到现在 所以我们现在人管它叫汉花石像 其实在普代就是汉花 对,我最近呢,也经常在跟我们这个朋友介绍 包括你刚才介绍的东西 我也跟我的朋友们有涉及 说我们一直在帮助一家私人的博物馆 并且呢,也介绍到了汉花像石 但是就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在问 为什么偏偏就是汉朝有这么多的画像 因为我听刘官长说啊 汉朝呢,他们有一个后葬的习俗 就是人们都希望自己死后能生鲜 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的木搞得特别的豪华 然后放入大量的陪葬品跟他们一起下葬 所以呢,自然小到制作这个木的每一块砖 大到整个支撑木门的石柱子上 都刻上了精美的汉花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次的探究之后会发现 后期就慢慢的找不到这些汉花石 因为我听刘官长说啊 就是曹操呢,后来他就下令禁止后葬了 因为后葬实在是太耗费财力了 据说汉朝呢,有三分之一的财力都去花费在这个墓葬上面了 后来有很多人去反对后葬这个行为 所以自然这个民俗也就消失了 对,确实是汉花像石虽然是精美的,但也是劳民伤财的 不过正是因为耗费了大量的财力才会给我们留下如此深的印象的各种的汉花像石 那关于你自己,你最喜欢的是哪个汉花像石的形象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汉花像石里的神仙形象 因为汉朝人他们非常相信自己死后可以生仙 所以他们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宏大的神仙世界 为首的是两个领头的神仙 一个是西王母,一个是东王公 他们俩一个是女性的领头,一个是男性的领头 西王母先出现的,后来才出现的东王公 他们掌管着整个仙界 再往下一层就是福西和女娲这一对兄妹 他们是围在西王母和东王公的身边的 我们一开始一直以为福西和女娲这对兄妹他们是蛇身 其实不是,他们是龙身 因为我们在萧县的博物馆里也可以看到 因为他们两个身上都有龙鳞 再往下就是长着翅膀的羽人 九头的开明兽,连接两届的乒乓鸟 以及青龙,白虎,猪雀,玄武 这些神仙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宏大的神仙世界 所以一旦我们在这个画像石上看到这样的神仙形象 我们就知道了,这是寓意着主人 希望主人可以生仙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会构成我们知道 这种生仙的 那我们也看到了刚才马林所说 其实之前我们认为可能福西女娲是蛇身的 但是我们在萧县也可以发现 有一些焊化像石砖上的形象 是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的认知的 这也就可见萧县的焊化像石的发现 还有我们现在对此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马林在所说的那些神仙世界的事情 今天可以说是充盈在了我们整个体员书院里面 大家可以到各处都会发现 有关于萧县的这些焊化像石砖的踏片 很多也都是我们亲手踏印的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确实是非常精美 但是为什么我们到了现在才会去发现到这样的一个 这么多的焊化像石砖 古人为什么就没有提前发现 一位刘班长说 就是这些焊化像砖之前都是埋在地面底下的 所以我们看不到 但是后来有一些盗墓贼或者是农庚农作的时候 把他们就挖出来了 我们就能在地面上看到这些精美的画像砖了 但是很多人呢 其实不知道这些画像砖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很多的画像砖就被损坏掉了 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就被损碎掉了 所以好在有像刘班长这样的人 愿意去研究它收集它保护这样的 好 好 好